诸葛亮说服孙权,连流抗草,无疑是他外交活动中精彩的一笔,而孙权最后做出决定,还是他的根本利益所使的。 作为刘备集团的代言人,诸葛亮显然不可能代表孙权集团的利益,那么,是谁从根本利益的角度为孙权进行了分析,从而使孙权下定了决心联合刘备呢? 敬请关注一中天拼三国之,力挽狂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诸葛亮初始东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连流抗草。 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降草不是,连流不是,手中力也不是。 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 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下门大学一中天教授,作客白家讲,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 一中天拼三国之力挽狂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 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是诸葛亮。 那么诸葛亮是不是没帮孙权算账? 也不是。 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 诸葛亮帮孙权算了三笔账。 第一,当断不断,反受。 其乱,大难临头,罪计犹豫。 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 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之无日矣。 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 将军人多势众,刘豫舟尚有余威。 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操必已,一定能打败曹操。 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 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 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 顶礼的形式就形成了。 它的原话是, 金楚之势强,顶足之行,成义。 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顶礼,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的形式。 这对于贵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 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 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 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狐疑。 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 哪两种选择呢? 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 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 没说。 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 这个他没讲。 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 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 金储之士抢,顶住之行诚意。 打败了呢? 打败了会怎么样呢? 也没讲。 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哥们儿,咱抢银行去。 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 逮住了呢? 他不说。 警察真来逮捕的,他不管。 有这么帮人出主意的吗? 但这个呢,不能说是诸葛亮能力和水平有问题。 兵马未动,先想败局。 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的道理。 诸葛亮不会不懂。 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企业家也懂嘛。 你要做一笔生意,你不能想,我这做成了以后,我赚多少。 你得想想,我做亏了以后,我赔多少。 所以我的主张向来就是,跟人家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朝坏处说。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你心理上还能够承受,那你就可以拍板。 鸟撑死了,我不过如此如此嘛。 不过怎么样怎么样嘛。 那我不在乎,我就干了。 那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 第二个,替人谋划,要把话说透。 这个道理他也不会不懂。 那么为什么不说?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开过来了,来势汹汹,势不可打。 不联合孙权,刘备集团是死路一条。 何况诸葛亮,初出茅库,寸功未立。 什么火烧新叶,什么火烧薄望,那是罗冠中帮他烧的。 这个时候,就个人而言,也必须立下这,初出茅库第一功。 何况,如果不能够说服孙权,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库啊。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紧紧地把孙权抓住。 只能这么说。 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 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 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 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 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 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 孙权有了,抵了,不必问。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必中就心, 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 孙权不是不明, 但是他还是决定连流抗产。 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孙权为什么如此呢? 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 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 而孙权集团, 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 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 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 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 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为什么是鲁树呢? 因为鲁树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 看过龙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 鲁树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武版的龙中队。 鲁树在这个东武版的龙中队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官城办, 先三分而后一通。 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 这个规划包括三部。 第一部,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 这是你的根据第一部。 第二部,夺取荆州和豫州和曹操化江而至。 第三部,在诗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称帝。 所以,这个鲁树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 是有一个是陈涛的这样的想象。 那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 鲁树才主张孙刘联盟。 因为鲁树的这个战略规划的实现有一个前提, 就是荆州必须在刘表的手上。 因为鲁树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 但是刘表死了呀。 刘表死了, 而荆州不是落在刘备的手上, 就是落在曹操的手上。 所以鲁树这才急了, 才亲自跑到当阳去见刘备。 所以这个时候, 孙权和刘备如果不能够形成联盟, 诸葛亮着急, 鲁树他也着急, 他甚至更着急。 那么庙在什么地方呢? 历史有时候是很好玩的。 它好玩在什么地方呢?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曹操莫名其妙地写来了一封信, 帮了鲁树的大妈。 曹操这封信怎么写的呢? 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 他说, 尽者奉此罚罪, 毛辉拦纸, 刘从束手。 他说, 进来老夫啊, 奉皇上和朝廷的命令, 他讨伐那些有罪的人。 老夫的军旗往南方一指, 刘从那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 都想了。 今治水军八十万众, 方宇将军会列于五。 现在老夫又整治了八十万水军, 准备和孙权孙将军在临待的那个地方打打猎。 好大的口气。 据这个史书的记载, 这封信送到江东的时候, 几乎是所有人都大惊十色。 曹操的这封信, 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因为它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 我们知道曹操顺江东下是打刘备的。 但是如果曹操写了这封信, 那么他顺江东下, 那就是打孙权的。 曹刘战争就变成了曹孙战争。 这个很重要啊, 很关键的。 因为在此之前, 孙权完全可以隔岸关火, 做闭上关, 因为打的是人家。 现在打到自己头上了, 那你还能够就变旁观吗? 那不能够啊。 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 曹操是不是写了这封信? 第二, 曹操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第三, 曹操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孙权手上的? 曹操这封信呢, 很可疑。 因为这封信不见于三国志的证文, 就是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 没有收录这封信。 记载在什么地方呢? 三国志陪松之注影江表传。 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 他的作者叫做于璞, 后来由他的儿子于伯献给了晋元帝。 那么他陈书在三国志之后, 陈寿当然看不到。 但是, 如果当时曹操当真写了这么一封信, 应该说是一件大事。 陈寿怎么会不知道? 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 第二呢, 曹操这封信写得蹊跷。 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 当时曹操南下东征的时候, 据三国志陈寓传的记载, 刘备跑到了孙权那里。 而曹操的谋士们都认为 孙权会杀了刘备。 只有陈寓说不会。 那么也就是说, 曹操这个时候的对刑事的估计, 无非两种。 一种是孙权会杀了刘备。 这用不着写信给孙权了。 还有一种是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 那就更不能写这封信了。 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 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 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封恐吓信。 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 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 金智水军八十万众。 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 他也没有八十万, 他哪来的水军八十万? 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 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 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 比方说十万人, 他是号称二十万, 是吧? 但是你打一个折扣四十万水军 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呢? 恐吓。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孙权说, 你小子可注意了啊, 老夫现在要拿下荆州干掉刘备, 你别插手。 那你不要呆着去。 你要乱插手的话, 八十万水军啊, 老夫不是好惹的。 那么恐吓性的这个说法呢, 当然也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问题是他这个做, 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当时他的重要谋士成欲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 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威望。 而刘备呢是公认的天下枭雄, 又有关羽和张飞, 那都是万人敌, 孙权肯定要利用刘备这股力量, 而刘备走投无路呢, 也肯定要依靠孙权, 所以他们非联合不可。 就算没有成欲的这个话, 根据曹操的一贯做法, 他也不应该这样。 看过前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 那当时袁尚和袁熙两个跑到辽东去投靠公孙康, 手下的人都主张曹操去打, 曹操说用不着打, 他们是同床异梦的。 你要把他们逼急了呢, 他们就接成死党, 我们要把放他一马, 他们就窝里斗, 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跟我送来, 结果公孙康果然把这两个人头给曹操送来了, 那么曹操这一回为什么不像上一回一样, 等着孙权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呢? 他为什么要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 去逼一下孙权, 击一下孙权, 逼得他们两个结尾死党呢? 就曹操的一贯作风来说, 他也说不通啊! 而且曹操这个时候, 至少他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孙权能够像袁绍和刘表那样对待刘备, 怎么样对待呢? 供养起来素质高格, 那也行啊! 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 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推测, 就是那是真要打孙权, 那么这封信就不是恐吓信, 是下战表, 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曹操这个时候, 智德义满, 骄傲得不得了, 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呢, 那是非常骄傲的, 小人得志嘛, 小人得志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 他是一得意了以后, 他那个尾巴就翘翘当旗杆的, 他藏都不藏的, 那这个时候, 他觉得自己留得不得了, 也没把这个孙权27岁这个小子放在眼里, 干脆撸草打兔子, 打刘备顺便, 把孙权也干掉算了, 或者是也不真打, 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 他就没准就投降了, 也是说不清楚, 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 如果不是鲁术和周瑜, 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 说不定也就投降了, 也都是难讲的事, 所以有这个可能, 所以结论是, 第一, 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 也可能没写, 第二, 如果写了这封信, 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义仲田先生刚才讲的, 在赤壁之战前, 曹操莫名其妙地, 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关于这封信, 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真有这封信, 这对于诸葛亮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这封信的语言, 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 直接地对立起来, 本来势不关己的孙权, 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 但问题是,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了, 他对孙权做出决定, 有什么影响, 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 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 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 回到财商的时候, 这个是司马光的知智通见也, 这么认为, 只不过他是说, 鲁肃和诸葛亮到了财商以后呢, 诸葛亮马上就见到了孙权, 然后呢孙权就接受了诸葛亮的这个建议, 然后就召集会议, 讨论是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 这个时候信送到了, 他说事实, 他用了这两个字, 事就是这了, 这个时候曹操信正好到了, 那么我们的看法呢, 信应该也就是同时到了, 但是我不认为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 他还不先开会, 先找诸葛亮谈谈, 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 开内部会议, 自己家里人关起门, 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 是一片投降论调, 都主张投降曹操, 只有一个人没说话, 鲁树, 会就开不下去了, 孙权就起来上厕所, 然后鲁树呢, 就跟了过去, 孙权马上明白了, 鲁树有话要说, 而且鲁树的这个话, 是不能当众说的, 是悄悄话, 孙权就回过头来, 拉住鲁树的手说, 紫禁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鲁树说呀, 是有话说, 刚才我听子部他们, 张召他们, 都劝将军投降曹操, 这是悄将军哪, 曹操能不能投降, 要看谁, 比如我鲁树, 是可以投降的, 但是将军林, 是不能投降的, 为什么呢, 我鲁树投降的曹操, 了不起回家乡去, 再做个老百姓, 我在家乡做个老百姓, 我还可以通过地方上的考核推荐, 再报考公务员呢, 我还可以从什么县城啊, 县令啊, 这些小官一步一步的做起, 做到老了, 我做个太守, 做个周末, 那总是没有问题吧, 我总可以坐着一辆牛车, 去跟士大夫交往吧, 将军林投降的曹操, 到哪儿去呢, 很重要的八点, 将军林操, 欲安所贵, 也就像你这样称霸一方的诸侯, 里头像的曹操, 有归宿吗, 这话说到孙权心眼里去了, 而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才是他, 既是他集团的利益, 又是他个人的利益, 你想想刘崇当年投降曹操, 傅迅是怎么跟他算账的, 傅迅跟他说, 将军林想想看, 要抵抗曹操看谁呢, 靠谁呢, 靠刘备, 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 如果抵挡不住, 将军林完蛋, 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 他还会做林的部下吗, 刘崇一想, 对啊, 我还是投降吧, 那么鲁树正义上, 春权说, 对啊, 我投降了以后, 我当什么呢, 于是他拉着鲁树的手说, 这是上天把主下赐给我呀, 这个话, 是诸葛亮说不了的, 因为立场不一样嘛, 他不是孙权的人嘛, 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了啊, 他不是孙权的人, 他不能说, 他也说不了, 只有鲁树这样的自己人, 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 剑号帝王以图天下, 这样一个规划的人, 他才能说, 他也才说得出, 孙权也才听得尽, 而且他们之间, 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 心造不宣的默契, 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 而且这个话, 打动了孙权, 一提到鲁树, 人们就会想到, 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 三国演义, 把鲁树塑造成为, 诚实君子, 对他的才能表现不错, 其实历史上的鲁树, 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 他设计的东武版的龙中队, 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 让孙权极为配合, 刘表死后, 鲁树提出连流抗朝, 亲自出持荆州, 为赤壁之战的胜利, 创造了先决人士, 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上, 孙权是战是降, 犹豫不住, 鲁树力台重, 让孙权十分感叹, 那么鲁树的话, 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 义忠天先生认为, 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 联合刘备, 对抗曹操的原因, 有根据吗?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 第一件, 就是赤壁之战以后, 鲁树先从战场上回来了, 然后孙权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药员都派出去迎接鲁树, 自己也亲自从屋里面走出来迎接鲁树, 按照最高的规格, 来迎接凯旋归来的鲁树, 这时候孙权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 子敬啊, 姑今天可是给足了, 里面子哦, 鲁树说, 没给够, 当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怎么这样说话? 鲁树不慌不忙地往里走, 两个人坐下来以后, 鲁树举着鞭子说, 鲁树的愿望是什么呢? 是将军临有一天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荡平四海, 一统天下, 到那个时候, 鲁树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树, 鲁树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 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 孙权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什么意思? 心里想的吗? 第二个例, 这个句就是, 孙权称帝的时候, 这是赤壁之战, 二十二年以后了, 鲁树已经不在了, 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 他走走走, 走到半截子, 突然回过头来说, 诸位, 知道不知道, 卢子竟早就想到正有今天啊, 真是名于事理啊, 也说明这个孙权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 第三个证据就是什么, 就是孙权称帝以后, 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招, 也举起雾来准备了歌功颂德一番, 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 孙权称帝说一道, 慢着, 张公啊, 你就算了吧啊, 当年正要是听了张公李的话, 别说是现在当皇帝, 恐怕现在在讨饭咯, 那么这三个证据都说明, 打动孙权的, 是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的, 就是鲁处的那句话, 将军迎操, 欲安如贵, 那么不投向曹操, 那就只有联合刘备, 那么联合刘备, 就要考虑一下刘备是可联合, 还是不可联合, 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 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 还就是不联合刘备, 自己对抗曹操, 他也有两种选择, 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 联合是核算的, 虽然他是弱, 我是强, 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 强弱联合有时候也是,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 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 要问谁呢? 诸葛亮, 这个问题是鲁书回答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是鲁书和诸葛亮从下口回到财商, 曹操的信也到了, 那当然也可能他没有这封信啊, 讲清楚, 也可能没有这封信, 没有这封信的, 他不妨碍最后的决策过程, 因为据三国志的说法呢, 曹操拿下江陵以后, 江东方面就已经闻风畏惧了, 就听见风声, 就已经吓得不得了了, 那么这个时候曹操顺江东下, 因为刘备在什么地方呢? 在下口, 反口已经很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 那也是打孙权, 也是打孙权, 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 就有鲁树的这番话, 而鲁树的这番话, 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他说到孙权的心眼里以外, 还很重要的是他把问题变了, 因为孙权以前犹豫不决在什么地方呢? 孙权犹豫不决在什么呢? 帮刘备, 不帮刘备, 帮刘备, 不帮刘备, 帮刘备, 不帮刘备, 他怎么都算不过来, 帮刘备, 不对, 引火烧身, 不帮刘备, 存亡此寒, 帮刘备, 养虎一换, 不帮刘备, 如何如何, 他怎么都倒不过来, 这个时候, 鲁树把问题转变了, 现在我们要想的不是帮不帮刘备, 是投不投降, 他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啊, 孙权豁然开朗, 对啊, 不能投降啊, 不能投降, 就联合刘备嘛, 联合刘备, 能不能联合问竹格亮吗, 他是这样一个, 系列, 所以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 应该是鲁树, 而不是司马光他们认为的, 诸葛亮, 这个问题呢, 历史上本来是有结论的, 裴松之, 在三国志的两个传里面, 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 裴松之说, 刘备与权并立, 共距中国, 皆庶之本谋, 这是一处, 还处说, 剑气去朝宫, 实时鲁树, 两处都谈, 孙刘联盟的第一功人, 是鲁树, 但是呢, 鲁树的最大的作用, 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 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 投降曹操以后, 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 李孙将军也没有了, 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 这个问题, 诸葛亮来解决, 因为孙权这个时候, 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了以后, 他才会对诸葛亮说, 五计决议, 非刘欲舟不可当曹操者, 燃欲舟心败之后, 那怎么样呢, 诸葛亮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刘欲舟心败之后, 但是我们还怎么怎么样, 诸葛亮就帮孙权算清了联盟账, 能不能联盟, 也部分的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 因为诸葛亮对于曹操必败呢, 他有一番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到位的, 但是还有一个账, 就是我孙权这边, 能和曹操决一实战吗, 我孙权这边也得算一算军事账呢, 那么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的这个人, 他又该是谁呢, 请看下集, 中流砥柱, 他评熟室的证书历史, 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百家讲坛众国学者中, 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 他究竟凭借着什么,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他拥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央视名嘴陈志峰, 与几连海真诚说话, 实话实说, 他二十年代讲坛人生,